因为新建牡丹水库淹没了原本族人所使用的产业道路 南水资源局拨款为请牡丹乡公所发包 施作如奶昔财源道路改线工程 84年施工之后 乡公所变更设计使了道路工程超出范围 而施工期间对土地造成的破坏 至今尚未补偿地主 地主组成自救会向相待会陈勤 地主人表示施工经费早就拨入乡公所的工库 但乡公所一毛也不愿补偿他们 常列表示乡公所应该代表他们向施工包装来酬偿 乡公所说南水资源局 24年7月曾回文指出 如因施工不当而造成损害 也无法征补经费主动补偿地主 乡公所把责任全部推给施工厂商 而到目前为止都无法获得施工厂商的回应 凡因施工单位施工不当而造成 应由施工单位布置 不可列入争取 按规定我们要通知厂商 可是这个年代久远厂商都不来 不晓得他们现在还有没有在营业 不晓得人在哪里 由立委跟南水局先超定时间 我们就在共产水部 我们希望 一致把它拟清 一致解决是有困难的 我们希望一致把它拟清 到底全责四位对头 找出一个明确的方向 再这样谈下去 谈的十年二十年永远在这边谈 不会有结果 目前仍有36比23名地主 没有获得补偿 下面代表会表示会惊害邀请立委 滩水资源局等三万单位 跟地主召开协调会来厘清责任 尽快还给地主应获得的权益 记者割舍 屏东部电视频报导